面山面海教育活動今年邁入第三年 特別規劃四條路線 28日上午同時舉行大會時 而在吉安鄉集結花蓮縣 宜昌國中、華人國中 還有秀林鄉同門國小百位師生 從認識、野外求生、雜音等自然環境教育內容 在步行中北線、白雲、鳳林步道 走入山林探索自然生態 學習在過程中可以和大自然共生共榮 邁入第三年的面山面海教育活動 今年規劃了四條路線 在28日上午大會時 包含泰魯閣縣、瓦剌米縣、海縣 而在吉安鄉則集結了花蓮縣宜昌國中、華人國中 以及秀林鄉的同門國小 從中北縣的白雲步道以及鳳林步道出發 走進山林探索大自然 我們家曾經和我的兒子去登白骨山 那發生了這個泥路失聯之後 就在白骨山上面往生 當初當然我們都很悲痛 不過我們就是覺得說躲在家裡悲傷 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們那時候去瞭解了這個 我們這個台灣山林的這些狀況 為什麼小孩子會發生這種事 就是瞭解之後 我們覺得說應該要推廣這個面山面海教育 來鼓勵大家走出城市的舒適圈 那走出出圈到山林去做什麼 到山林去會更舒服 還有會更快樂 還有會更有活力 在熱身超過後 活動由宜昌國中的宣誓代表揭開序幕 並邀請領務局、消防局、緊急救難協會 洪石自會等 教導相關野外求生的教育知識 也要謝謝我們的陳校長 還有我們所有仇辦的校長 更謝謝我們的張爸爸 這個讓一個例子 讓我們看到我們該怎麼做 尤其是以前我們說智者怎麼樣 忍者怎麼樣 忍者要山 智者要海、要水對不對 忍者要山、智者要水 面山教育就是 教一些關於爬山的內容 還有一些防止那些的工作 防止什麼工作 就是有些人爬山可能會遭遇一些危險 去教一下 讓那些人一定要知道的我去處理 台灣登山教育推廣協會理事長張俊卿表示 2011年歷經棋子山難意外後 瞭解到登山安全之事的重要 投身山難救助體制推動工作 籌辦多個面山面海教育 救難機制主題論壇 期盼鼓勵更多孩子要走出城市的舒適圈 與大自然共生共融 活得更精彩更有活力 記者蔣方燕 戈安鄉報導 jagdow 程 我們只是在晃